每个国际发行中都有 今天是情人节 也是大年初十 那大家看到这个 就表示我们还是在放假 在玩的意思 总而言之呢 我们今天还是用 特别节目的形式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真的因为我非常非常开心 我其实等好久 甚至等到这个机会 就是我们今天要带来一条 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想讲 我们都有一条很想很想讲的新闻 但是一直都轮不到的 因为有时候漏网新闻这样 有些时候是 就是那天有更大的新闻啦 或者是说 通常就是因为有别的更大新闻 没有别的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或是时间过了 对 或是时间过了 但是我们就觉得非常的重要 这样子对自己有特殊的意义 这样讲好了 好 那我先讲 那我选的那一条呢 就是在 这是去年年底发生的事情 是在荷兰 有一个教会 他收容了一群 一个家庭 应该这样讲 是五个 爸爸妈妈带着三个小孩 是阿尔曼尼亚的一个家庭 那他们其实是一直在 荷兰是住在奈民营里面 那已经住了十年了 那一直都是去法庭 要求要政治庇护 但是法庭也都给了 三次都给了 但是荷兰政府都一直去上诉 所以他们的庇护一直拿不到 那么到十月底那一次就确定 可能要被遣返了 所以那个教会呢 就做了一个决定 决定把这一群这个家庭 带到教会里面来 因为在荷兰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 它就是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法律 就是说当教会在进行仪式的时候 警方不可以进来教堂里面逮捕的 所以教会就用这个方式呢 给这个亚美尼亚的家庭 就等于说他们给了他的庇护这样子 但是因为这个仪式一刻都不能暂停哦 所以是真的是20小时要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这样子 日夜不停的这样做 所以当这个国际媒体资料 最好的新闻的时候 大部分时候是在11月底 所以那个时候呢 CNN我记得他用的标题就是 已经连续进行了 800个小时的一个仪式 OK 那这个消息 我说实在那时候 我有在脸书上提了一下 PO出来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我说实在我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你要800个小时 这样子不停的举行这个仪式啊 它不是只有这个教会的人力做得到的 所以他其实是在荷兰的教会 他出来登高一呼 所以事实上是全世界有五六百个教室 都集合到这个教会来 大家轮值来做这件事情这样 那其实在宗教里面 尤其在基督教里面 在经过全球化冲击之后 他们其实内部也是分裂的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却是把大家不管是在哪一边的教室 他是保守的或是进步的 大家都进来 一起为这个家庭祈福 所以是一个大团结 OK 所以我那时候看了以后 我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神 应该是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嘛 那不应该是拿来当作 互相攻击的根据 比如说什么你是异教徒啦 像这种就属于这一类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看了非常感动 然后我在脸书上也PO出来 然后回想也蛮多的 对 非常多人分享或者是留言 对 所以我想就是你们两位 当时就是你们对这条新闻有感吗 我其实蛮有感的 对啊 而且我觉得 就是因为难民问题是一直是 这几年一直是一个很热 就是大家都找不到真的最佳解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各式各样的方式 想要去保护他们 或是他们会希望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到其他国家去寻求更好的生活 那这个例子我觉得就真的是非常特别 对 所以印象很深刻也蛮有感的 就觉得很感人 嘉玲勒 觉得蛮有感的原因是因为 用这样的方式 用时间去换取那个空间 然后是因为这条很特别的法律 然后让我觉得 就是当你可以想像他们 他们那一群人在为他做祷告 只是为了不要有警察 可能在那个时间进来就会觉得很感动 好 那我们欢迎动眼好了 你讲一下 我自己是一条新闻是在9月初的时候 好像是9月2号的时候 巴西的国家博物馆发生大火 这个巴西的国家博物馆 就是可以想象成它是巴西的故宫 像故宫它里面有非常多国宝籍的文物啊 比如说它有陨池啊 它有就是西半球最古老的头骨 就是卢西亚嘛 对 然后就是这些很珍贵的文物 然后都被烧了 它只剩下百分之十的文物有留下来 虾就几乎都是被火吻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他们这个国家博物馆里面 竟然没有烟雾侦测器 因为他们贪污太严重了 很多经费都被挪去做别的事情 对 然后没有钱可以做这个东西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很久以前 很多人都一直在说什么 怎么可以没有这些东西 那如果虾不能弱啊 对 如果失火的话怎么办 对 那而且最扯的是 不是没有烟雾侦测器 没有烟雾侦测器就算了 它只是不能机式侦测 机式沙水而已 它更扯的是 怕消防酸都没有水 国家不能弱啊 所以他们是怎样 他们是要去最近 就是离那个博物馆最近的湖泊 然后去挖水来灭火 灭火 所以才会变成说 百分之九十的文物都被烧后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那一个政府它因为贪腐啊 然后因为种种的不适当的政策 牺牲了这个历史 而且其实这个东西是 真的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没有回来了 没有机会回来了 对 没有机会回来了 像这个最古老的 那个露西亚的头骨 它就被烧了 那它很多的东西都不见了 那这不是人类的资产 你没有办法去估计 它到底损失了多少 那很多的文物也是 很多巴西的历代的文明啊 历史的重要的文件等等 也都被烧毁了 所以就是看了很心痛啊 那像其实我自己 为什么这么有感 是因为其实台湾也常常发生一些 古迹自然的现象 就是常常有些古迹 国迹它不能去我啊 对 有些古迹它快要变古迹 或是有些争议的状况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发生一些自然的状况 就是会有火警啊什么 然后就变成说 后来就是又没了 嘉玲勒你看到这条新闻 我就觉得很可惜 而且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这个东西烧掉就没了 而且我很难想象 就是故宫烧掉 我们到底留下了什么东西 下一代 我真的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 我是真的我心里都在滴血了 真的我真的觉得说 因为就是像比如说 那时候不是有那个 阿富汗的那个大佛像 被炸掉的那个事情 我也是感觉是 我是看了以后是真的我觉得 这些东西不是你们的 不是巴西的 不是阿富汗的 我说实在 这是我们全世界大家所有的 我觉得故宫东西也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全世界大家共同拥有的东西 我们只是刚好在这个时间 帮大家保存这个东西的 所以大家真的 不管是哪一国的文物啊 而且不要再讲说是 是他们的我们的 非常随碎 对然后就说不要再讲说 这个东西哪里来的 只要这个文物说实在 能够保留到这个今天啊 是真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 然后真的非常脆弱啊 不小心就没了 其实有很多价值 不是可以用金钱什么去衡量的 对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 我也是看到那些 Oh my god 真的 我真的心都碎了 真的是 而且就只有 这前阵子不是流行那个 10 years challenge吗 然后我就有看到 有人就是放那个照片 比如说十年前的 叙利亚 叙利亚 超美 然后她的那个建设 其实都很棒 然后十年前的叶门 然后跟现在的叶门 那她因为经过战争啊 战火摧残 其实很多都变废墟 全部都看不出来是哪一个 没有人心碰 对 那个所以说大家真的 我觉得对于一些现状 美好的现状 大家真的要很努力地保存 要珍惜啦 要珍惜 一起守护 对 来 佳玲来 换你 分享这个跟这个话题 好像有一点相关 就是2019年 是达文西的500周年展 然后法国跟意大利 他们就在争执说 谁有资格来办这个展 那我觉得很妙的是 就是那个达文西 他最知名的 那摩莉莎的那幅画 是在法国的手上 然后他们就有谈好说 好 那我们要 法国要想要办这个展 因为罗浮宫也算是 一个很大的博物馆 然后就说好 那我去跟你 也算是 那我去跟你意大利借几个 达文西的东西 因为达文西是意大利人 然后就跟他借几个东西来 然后我们来办展 可是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有谈好了 就说意大利就说 好啊 那我们达文西 500周年展 我们就先借给你 达文西的东西 那2020年 拉斐尔展的时候 就是你们借我们 拉斐尔的东西 然后就已经谈好了 对 可是去年 意大利的新政府上任之后 他们就 右衣政府上任之后 他们那个民族信就出来了 他们就说 达文西是我们国家的人 为什么要在你们法国办展 应该是我们自己办 而且 不然你把 蒙拉丽莎给我们 什么之类的 就是在那边 就是他觉得他们被羞辱了 他们觉得这个是耻辱 就是自己国家的 就是国宝级的画 竟然不在这边 然后展也不是我们办 然后他们就觉得 玻璃心受创 他觉得他们是意大利人 然后拉斐尔是意大利人 什么都是我们意大利人 所以什么都我们意大利要办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 因为他就是透过 这种文化争夺战 然后去看出 这两个国家背后 有很多政治啊 艺术啊 然后还有一些 文化历史的脉络 然后一直在看说 因为他今年5月就要办了 但是他现在还在吵说 到底应该是谁要办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 对 你看到这条的时候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 而且其实展品啊 借到各国去轮流参展或什么 其实都一直都是常常会这样 就大家会很友善 这种文化交流吧 因为就我觉得 呼应刚刚范姐讲的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 不应该说是谁拥有谁的 就是只是 好像过去那个年代留下来 然后现在刚好在这里 那很多都是姻缘忌讳 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之前意大利他们也是 他们有一幅画也是达文西的 然后那是什么天使什么 反正就是有一个天使报喜 就一幅画 然后本来是要送到日本去参展 然后那时候他们意大利 就有一个议员 他就坚决反对这件事情 他就拿一个链子 把自己拴在博物馆的柱子上 然后就坚决反对说 我们意大利的话不能输出到日本去 什么这是正的 正的话这是正品不能输出 他就用这种枪 可是他是借他而已不是吗 对 就借他而已 然后他们就觉得 这种民族性又被羞辱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啦 尤其现在在各国这个保护主义 这个都起来的时候 所以也很难 说实在我看到这个趋势 我其实是蛮担心的 就我觉得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 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只是 在这个时代刚好住在这里而已 这个跟文物的概念 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要一直在讲说是你的我的 没有你的我的 大家的 可是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应该 我不知道会接受 多少人可以接受啦 欢迎大家来告诉你们的看法好了 好了 我们马上回来